問10個香港人 9個喜歡去日本朝聖 如果將自己家裏打造成日本風味 讓自己無時無刻都可以身處日本 會不會覺得特別捨意呢 但所謂日本風味 裏面應該包含什麼元素呢 今集設計單位可不可以給你一些啟示呢 因為客戶本身對日本風格很崇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有日式的地台 以及有一個升降地台 變成可以無論是吃飯 以及坐都可以在一個客廳 體內隆 你怎樣都猜不到這個是一個居屋單位 全屋充滿日式味道 只是因為這個佔據全國客廳的淺木紋地台 上高鋪砌柔軟的塔塔米 都顯得相當搶眼 戶主興堂在軟墊上高 可以看電視之外 下方就預留了大量的收納空間 但其實這裏還有一個乾坤 其實我們這裏做到一個叫做一個地台 其實一方面我們有一個很充足的儲物空間給他 另外就可以做到一個全地台 和一個自動的升降的餐台 有時如果他想喝茶或者在這裡吃飯的時候 都可以來到一個升降地台 地台升起後可以即時化身餐桌 雙腳就可以安放桌底用餐 在日本相信很少設計是升降地台 只是因為香港串金尺土 少需要攪盡老汁用盡所有空間 互主對日本文化特別忠誠 除了客廳體現和風特色 還有洗手間 設計師將對住兩間睡房的洗手間門口封了 改在飯廳出入 並裝上淺色木門和配搭格仔磨砂玻璃 以營造日式和室門子感覺之外 就連浴缸都改為淺灰色的日式風呂 當要利用浸缸 我們就有一個樓梯級 可以走上去 而站回到浸泉區 另外在浸缸方面 我們可以用一個碩屎板 連一些鋼片 其實做個企缸 它的壽水力會強很多 不過設計師提醒 有心打造風呂的護主 如果純粹砌磚牆和防水 雖然成本可能會低一些 但受水和防水力會比較差 未必會太耐用 護主還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間 辟出地方給女兒練舞 所以設計師就索性把飯廳化身為表演場地 橫跨整個飯廳都是玻璃鏡櫃之外 還依照芭蕾舞的規格做了扶手竿 屋主本身 小朋友很喜歡跳芭蕾舞 我們利用了一個六呎的長身 既是做了一個大櫃可以儲物 另外做了一個全身鏡 和一些芭蕾舞的手柄 變成小朋友也有時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用來練習芭蕾舞 單位兩房開職 房間打對各擺 內內用式和客飯廳一同 是實用455呎位於屯門的居屋兆康園 連同全屋傢俬清拆和日式設計 前後一共花費50萬元 就成功兼顧兩代人的要求 中日後一共花費50萬元 Yaho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